而其实案件演变到现在出现了两个跟一开始的故事 完全有大相径庭的版本 首先在枪伤还有嫌犯身份的部分 到底现在的真相是什么 看起来也是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因为接下来台南市警局将会在明天才会对外公布更新的案件进度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枪伤的这个部分 内政部长徐国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就曾经表示了殉职援警身上不仅有刀伤还有枪伤 但家属不希望相验 这部分也会尊重家属的意愿与检察官进行沟通 但是枪伤说法却经传改口 就是因为枪伤的这两个字 现在很多人都怀疑说在这个案件真的是越来越不单纯 不过呢晚间却传出说这个枪伤是不是疑似有口误的情势 那至于检察官这边他们对外的说法表示 在明天才会做进一步的相验 所以到底有没有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另外刚刚讲到嫌犯的部分 因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其实还一度发布了全国通气 告诉大家说这名诚信嫌犯设有重嫌 大家有看到任何线索尽快给援警 而且甚至在这个内政部长徐国勇的地方 还告诉大家如果警察有必要的时候 就可以大胆的用枪 结果呢现在事情大条了 传出他在晚上的时候 的确有来到了台南市警局来投案 而且在这个征讯的过程当中 还表示不是我 因为现在等于是说整个白道都在追杀他的情况之下 他也就是不管说自己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的通气罪名 至少我不要担一个这么大的杀警罪 所以在这个部分现在警方是有表示 的确这名诚信嫌犯来投案了 但是因为在夜间征讯的部分 他是拒绝配合的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得等到明天再来继续 不过呢我们刚刚也看到警方公布的这个嫌犯身影 因为他提的这个袋子就疑似是装有胸刀 还有相关沾血的血衣 可是我们看到在诚信嫌犯的部分身材是比较壮硕的 而他身形是明显比较瘦长 所以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现在看起来似乎是不等于的 那至于说警方又有什么样的说法 他们表示其实诚信嫌犯还是重要的嫌疑人 仍然不排除他涉案的可能 但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来公布 殉职远警身上的密录器 还有这台警车上面的行车记录器 才能够完整还原整个案件的始末 但是呢在现场这边警方在搜证的时候 也发现了非常多的疑点 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了 警方他们把枪这样子抓起来之后 发现这名图信远警身上的枪是被夺走了 而且24发子弹同样也是不翼而飞 可是呢在现场这边又识获另外一把枪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疑似是歹徒故步移政 他把真枪拿走之后 放了一把假枪在这边企图扰乱原警的办案 不过呢现在这样子的做法 也被很多的资深警察痛批 就像是暴力电玩的玩家一样 以为升级就像是捡到枪一般 而这样的心态是相当冷血的 可是呢这两名殉职的原警 现在一个36岁 一个也才20出头岁 已经通通回不来了 而他们现在这个噩耗传回到家中 当然同事跟家属都是难以接受 而且呢像是27岁的曹瑞姐 是个阳光男孩 而且他为了要来照顾阿嬷 所以自请从台北调到台南 但没有想到却碰上了这一场死结 而他哥哥也发文说 为什么老天总是要带走善良的人 开任市长黄伟哲赶到医院 图妈妈哭断场 无法相信身为远景的儿子 在追捕凶贤 竟惨遭杀害 36岁的图明成 仅占23期 95年毕业 105年10月24号 调到民权所 警戒服务16年 多次帮助迷途长辈返家 他会说一口好日语 曾经协助一位来台单车 换到旅行的日籍男子 当他的翻译 去单车店买闪烁灯 另一名殉职原警 曹瑞姐更年轻 今年才27岁 警专32期 104年毕业 110年10月4号 调到民权所 他长相斯文帅气 脸上总挂着笑容 从小阿公阿嬷 拉把他长大 噩耗传出 阿嬷赶到医院 等到却是冰冷遗体 阿嬷崩溃不舍 曹瑞姐同年 被讨在公司追着跑 他的哥哥 曾在脸书分享 从小阿公阿嬷养大 父母离婚 爸爸失智 之后家里生意倒闭 被人追杀 对方限制三天搬家 不然要全家好看 去亲戚家里 吃第二晚饭 都被说不行 原本跟弟弟感情 没那么好 因为爸爸车祸走了 两人更珍惜亲情 叔叔一直希望 兄弟俩长大 家里会好过一些 长大了 弟弟是个 事业有成的警察 是家人的骄傲 没想到如今殉职 哥哥再度发文 为什么老天 总是带走 那么善良的人 字字句句都令人痛心 勇敢的两位远景 深浅的正义勇为 热心助人 一点一滴 都留在亲朋好友 及曾经被帮助过的 每个人心中 记者综合报道